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丁带着复仇的木火南下 进入危险区 寻找一时有的老汉帮忙 我曾经跨过山河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这一切 转眼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 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平凡 才是唯一的答案 黑天是丧尸的天下 当务之急就是找个弃神之所 度过一休 在几间废弃的房子里 瞧遇了一对老夫妻 他们将马丁带到家里饱餐一顿 人类与丧尸争斗了这么多年 食物已经不多了 动物基本都让丧尸吃了 馋肉了怎么办呢 那只能吃人了 马丁的饭里被他们下了蒙汉药 也许蒙汉药过期了 马丁并没有昏迷过去 只是有些偷晕 深夜老夫拎起菜刀 就要剁了马丁 马丁虚晃一招后 将老夫推倒在地 老头子举着猎枪 看也不看就来了一发 结果一枪打死了老盒子 老头子满是懊悔的跪在妻子前哀嚎 被马丁一刀剁了脑袋狗袋 老夫妻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 偷鸡不成18米 强奸不成反被操 第二天醒来的马丁继续赶路 路过一间杂货店 打听到了老汉的下落 之后在一个破旧的厂房里 马丁被异教徒抓住 当作娱乐工具 他们将马丁扔到斗兽厂里 进行生死搏斗 而他的对手就是老汉 马丁向老汉打暗号 表明身份 但老汉显然并没有认出呢 两人大战了能有百八回合 马丁不敌 被老汉压在身下 老汉看到了马丁佩戴的骷髅项链 这才认出了长大的马丁 两人就此停手 站在高处的异教徒首领 用生命威胁两人进行生死搏斗 说时迟那时快 老汉随手一撩 就怼死了首领 人群顿时荒作一团 一个被当作宠物的野孩子伺机而动 放出了牢笼里的丧尸 场面更加混乱 最终老汉带着马丁和野孩子逃了出去 他们躲在荒野的一栋房子里 马丁向老汉讲述了事情的始末 希望老汉能帮他复仇 老汉却说 生活不只有眼前的狗血 还有梦可远 就是让他放下仇恨 因为还有更多有意义的事情去做 没多久 异教徒就追踪到了这里 老汉让马丁带着野孩子从蜜道逃跑 他则留下来吸引注意力 就这样老汉再次被抓 野孩子类似于人缘退山 被某种动物不养长大 所以他极具动物的本能 嗅觉十分敏锐 他能够追踪到老汉的气息 老汉被异教徒捆绑在荒野中的十字架上 等待丧尸之母女魔头的降临 女魔头是一只变种丧尸 她能够生育 老汉在一次猎杀行动中 嘴死了她的孩子 也因此结下了梁子 他们之间只能不死不休 老汉作为最牛掰的丧尸猎人 一身隐匿功夫了得 女魔头一直抓不到老汉的踪迹 这才不计代价的金融心意猎员 杀死马丁的妻儿 放了马丁一马 他就是想要利用马丁找到老汉 晚上 被绑在荒野上的老汉 受到两只丧尸的袭击 丧尸将老汉扑倒在地 老汉用腿扭断一只丧尸的脖子 之后在另一只丧尸的帮助下 费尽巴力的挣脱了束缚 击毙了另一只丧尸 但也被丧尸击穿了腹部 如果不进行治疗 那么老汉流血而亡是必然的 此时 马丁在野孩子的帮助下追踪到了这里 救下了老汉 马丁带着老汉连夜前往一个人类的藏匿地点 那里有位兽医能治疗老汉 第二天 女魔头抵达这里 发现老汉不见了 女魔头迁怒于异教徒的小队长 任其说出话来 也毫不犹豫地将其狗袋 马丁拖着重伤的老汉走不快 很快就被三名异教徒追上 打水回来的马丁一飞斧 堕死一个 老汉又一枪打死一个 异教徒背叛人类 当女魔头的走狗 当然都是贪生怕死之辈 剩下一个异教徒举手投降 马丁就要解决他 但老汉坚持是个孩子 就伤了侧眼之心 而这一位后面的剧情 埋下了隐患 转场之后 他们来到人类的聚集地 老汉在这里得到了救治 并无性命之忧 只需要静养一段时间 而那名被俘虏的异教徒 则被关进了小小屋 由龙涛妹按时按点的给他送饭 龙涛妹是一个心善的姑娘 这天送饭的时候 透过门缝发现异教徒 貌似是上吊自杀了 龙涛妹急忙打开房门 进去救援 结果中了异教徒的全套 被异教徒狗带 过了许久 才被巡夜的投机男发现 刺耳的警报声 打破了营地的安妮 逃出去的异教徒 已经带领女魔头杀到了这里 人类奋即反抗 女魔头没有聚集到 足够数量的丧尸 最后只能草草撤退 在这波厮杀中 人类死了6人 而那个异教徒俘虏 也再次被抓了回来 在审刑室 他们对异教徒 上了满清十大酷刑 逼问丧尸那边的牵管情况 在得到想要的答案后 异教徒被马丁 割断了脖子狗带 营地的人知道 今晚就会受到 大批的丧尸反扑 凭借他们这几支枪 根本不是对手 于是他们组织 营地的人转移 但马丁不想再逃了 仇人近在眼前 如果能够首认仇人 那么他死而无憾 为了给其他幸存者 争取更多的转移时间 部分人类留下来 拖延女魔头的丧尸大局 变色敬礼 丧尸如仇悦般袭来 丧尸们很快就突破了 营地的防线 女魔头也被老汉 吸引到了屋子里 最后的决战 就是马丁老汉大战女魔头 女魔头能打能扛 一身硬功夫了得 打得两人屁股尿流 结果一招不慎 被老汉刺下了眼睛 眼下的女魔头 就是没了牙的老虎 最后被马丁狗带 而留下来拖延事件的 医生和投机男 也在丧尸冲进来的 最后一刻引爆了炸弹 打着大批的丧尸 同于尽 杀了女魔头的 马丁和老汉 朝大部队追去 路上遇到了 回来寻找老汉的野孩子 野孩子在与丧尸的 搏斗中受了伤 已经开始发生了失变 但还有一丝理智 他仍然认得老汉 这时候一只丧尸 从老汉身后冲了出来 野孩子为了救老汉 与之死打在一起 老汉在野孩子 失变的最后一刻 野寒热泪的捅死了野孩子 老汉已是花甲之年 他感觉累了 不想再逃了 他选择留下来 为马丁他们 争取逃亡的时间 老汉让马丁去追大部队 他则冲向了丧尸群 估计是有死无生 影片的最后 马丁则追上了 转移的人类 牵着小萝莉的手 则在希望的田野上 电影就此结束 好了 今天电影就讲到这里 您的点赞 评论 转发 收藏 都是最惊讶的支持与鼓励 最后 谢谢您的观看 拜拜